让我付钱 我没钱 我再开就是张云雷摇滚专场 起来有话好好说 我解讯 安地 接下来我要熟悉熟悉 小时候的基本功了 那个 天津的嘎布菜 这个名啊 功 内内 此时来 你就盼着吧 QQ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云雷 抢饭博让我付钱休想 休想 我可没钱 我觉得都挺难抢的 10号不还有一波呢吗 10号抢不着 那就下回再抢 练手速 可能会有我改编的歌曲吧 看见我就是最大的福利 要什么福利 你能为大家问 比如说在选取歌曲上面有什么考究吗 还证明有 我选的有的歌曲是根据我想表达的 想说的话 然后才唱的指定的某一首歌 这次有没有大家意想不到的歌曲 意想不到的歌曲 有 有 有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可以透过是什么类型吗 可能他们都没听过这首歌 看到大家 这个心情的时候 然后就有些不同了 你一直看到 和这次首次 个人也能听到的时候 这里面会有不同吗 感觉不同就是 越来越多了 女孩 会不会请嘉宾到场 有 会有的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而且这人你们也还挺熟的 作品社里面的伙伴 还是说 而且其他 不是 不是作品社里的伙伴 那还会请一些其他的好友 然后去阻止一下 去观看你的联系吗 会有人去观看 首先说 我姐去 就是王总 然后安地 台上和台下 就是怎么调节上台的情绪 我还真没有 因为我是一个 不管是唱歌也好 说相声也好 我是兴奋 我就盼着我赶紧上去 赶紧上去 对 我那里面会紧张的 你要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可能第一首的时候 心里会有一点点 在王总 美国 其实有一个不论 然后是说 一路相担 或者是 可能 许说的演唱会 作为是一个 比十年的一个总编 和音乐 算是了 也算是我给我自己 马上三十岁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有可能二十年之后 你不可能是一样 有可能二十年之后 我再开就是 《张雷摇滚专场》 我先这么说 你们先这么听 你就盼着吧 关于最近即将到的演唱会之外 然后还有没有一些 这些计划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该要熟悉熟悉 小时候学的鼓曲了吧 《张雷摇滚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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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毛毕专场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他认识 纯属是通过郭麒麟 有一天郭麒麟给我发微信 他说 我有一个好朋友 毛不易 我说 我知道啊 他说 他想跟你认识认识 能不能加个微信 我说可以啊 我这么早就加完微信了 接完微信 然后就出去吃饭了 会不会有唱过同样的合作 赶上机会会有的 那你知道一会看到 《空气打鼓》那个视频吗 那早上就再想展示一下 《空气场合》 Ready go 没有百分之凌百 差不多了 小队多 我可能或这也 我可能起来有话好好说 那我可能就 这样一下就 因为我试过好多次 可能就 可能就这样 我知道朗和颜是没有表情 一般都是把他大脑袋 然后放那 就这样拍 王九龙 之前可能就是 后来呢 他的牙不也是跟我一样的白 他也是每次拍照的时候 他就喜欢 他也是喜欢这样 然后他那弄完之后 我给他发一微信 我说看出来了 牙比以前白了 使劲地笑 没有 让我请客吃饭 我会告诉你 我没钱 我没钱 然后塞在脑海里想起一首歌 你怎么听呢 腹歌怎么唱 来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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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的海浪 温柔模样 风铃散亮亮 回天津 回家乡 因为家乡有好吃的早点 天津的嘎布菜 炒豆腐 卷圈 大饼卷一切 有没有很想让大家叫我们的来好 奶奶 你是不是满意了 就想让我说这句话 如果有人说了 你会想 飞 飞 我面对一个人唱歌紧张 还是面对一个场馆 我面对一个人唱歌紧张 人越少我也紧张 人越多我也不紧张 这是我可能说相声 落下的一个毛病 那会说相声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卖十个人 我们就紧张得不行了 比如说今天这个小剧场里边 能乘250个人和260个人 坐满了 我们每个演员都特兴奋 桃鱼的尖上尖 六月就这么聊天 哎呦你妈呀 再起为这个名啊 恭喜 再起跑鱼 再起 为这个名啊 恭喜 听我来呀 此时日处在了惊喜 蓝天唱啊 蓝天唱火起儿 有一个松老三 我自己可怕 QQ音乐让生活充满音乐 大家好 我是张云雷 聆听我的音乐故事 就在月见大牌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